大家好 今天我要煮粉葛酥汤 前一陣子煮了粉葛排骨汤 非常好喝 粉葛很粉 很想吃 所以今天再煮一次 今天就不放肉了 粉葛在街市叫人去皮 但是仍然有皮 自己披一披 粉葛的功效 清热去濕 通常春天最喜欢煮粉葛汤去濕 但是粉葛还有三糕 所以有三糕的朋友 都非常适合喝粉葛汤 这个点子选 我就没有认真去研究 但我看它就白白正正 就没有选那么黑的 而且你看下去 它起粉 即是好像起沙 那样 它就应该也挺粉的 今天呢 我就放姜下去 喜欢用陈皮的 也可以放陈皮 这里腰果是100克 不用浸的 洗完就煮得 还有核桃 50克 这里是二米和尺小豆 各30克 浸一浸 想它快点淋的可以浸久一点 它们的功效最主要是 健脾去濕 如果不用二米的 也可以换扁豆来对待 另外加一粒蜜组 倒入中和整个汤的味道 锅中有2.5公升的水 将所有的汤料倒进去 水滚之后 我们煮它一个半钟 这个汤煮完之后 就是这样 熊熊的 味道是清清甜甜的 我们看到蜜组 还是很完整 你相信汤如果最甜点 就可以按一下烂它 这些汤料全部都可以吃 吃完真的不用吃饭了 味道真的不错 大家记得煮来喝吧